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朋友们很多朋友在问 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和朋友们简单的聊几句 去公棚里拍歌 也不是就是经了保险规 不管去哪里一种 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在公棚里一种 也要注意一些细节 究竟该注意哪些 重点是以下这几点 一个 我们一般的公信歌友 养鸽子是以兴趣爱好为主 一种也要根据自己的 实际能力 一般我不建议朋友们 选择什么明家大户的 明家大户的确有好盒 明家大户交公棚 他是以数量来取胜 一个公棚少则几十只 多则一百只两百只 近期于鸽子 那也不足为奇 其实也还有一些各有的鸽子 是挂在他名下的 你拍到的究竟是他家的鸽子 还不是他家的鸽子 你也不知道 还有一点值得警惕的是 有一些明家大户 鸽子送的多 和有一些不正规的公棚 他们之间有吸引鸽子 也就是你送多少只鸽子 我公棚不会给你亏钱 肯定会给你尽几只 如果你是拍到了这一类的鸽子回来 这鸽子拍回来 有什么作为 也就可想而知了 怎样在公棚里面拍鸽子 那么我的一些朋友呢 他们有一些经验 事先会摸进来 这个各主的 鸽子的一些情况 以及他送公棚的数量 在公棚的获奖情况 他都要了解一下 打个比方说 有一些公信各有 他送的鸽子少 进享率非常高 一般的鸚种 鸚这类的鸽子比较稳妥 虽然这些各种呢 名气不大 甚至是默默无名 然而他们的鸽 却是实战的 再有一个呢 鸚种呢 也不是完全看成绩 现在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你自己的定向 你需要什么样的鸽子 再去精心挑选 也不要盲目的追求成绩 你买了两只冠军回来 也不是说就能做出冠军来 有些朋友在公棚里面来 买了人家吃贵鸽 买回来 一样的发挥 有的买了高位鸽子 回来到最后还是登堂了 最后呢 我还要奉劝朋友们一句 玩鸽子只能当做爱好 不要靠着养鸽子 一招致富 那是不现实的 还是踏踏实实的 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业余时间 养养鸽子 打打比赛 玩一玩 养鸽子